我想直接来看开发工具的下载安装 上个学习我们有一个入门班 原则上我们这门课是延续上个学习的部分 不过开发环境因为有一些改变 改变其实幅度还不算太小 有哪些改变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你要把这个环境建置起来 需要的第一个就是JDK JDK要下载 上学期已经是1.7 1.6或1.7 现在已经升级1.7的版本 所以你要download1.6也有点问题 所以一定是1.7的版本 再来Eclipse的版本 Eclipse的版本的话 上个学习我们是用3.7的版本 不过你现在到Eclipse的网站 它直接download的话 就是4.2的版本 所以4.2这个已经有更新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Eclipse部分要再重新安装跟下载 那再来呢 因为Android的环境 基本上Android的开发 它是挂在那个JDK之上 那JDK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把Android挂在JDK 以Eclipse这两个之上的话呢 我必须要再一个ADT 那ADT它是一个 算是一个Pri-In 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就是说 如果你当你要用Eclipse 开发Android的话 一定要先挂这个 挂ADT 挂完ADT之后的话呢 再来给它那个Android SDK 所以这部分的关环境的设置 其实基本上就已经非常的复杂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把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就主要呢 你要下载有四个东西 1.JDK 2.Eclipse 3.ADT 4.Enjoy SDK 那你要分别 再把它挂上去之后呢 这个环境呢 才可以运作 因为上学期 我们入门课 就是主要先直接装好了给各位 不过这部分好像也弄了很久 那个时候是3.7的版本 那现在呢 我们因为已经进步到4.2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那另外ADT上学期是17 好17 那这学期呢 它进步到多少 20 所以这个地方 Android呢 一样两个一样的版本 也是17 所以你再下载Android SDK的话 也是20 它会不断地在更新 好 不断地更新 那上学期 我们上课用的环境 有用Android 2.1 2.1 或者2.3 那这学期 可能我们会慢慢再往 那个最新的4.1 4.1去迈进 因为现在呢 最新的版本是4.1 它已经不分平板 跟手机 直接就4.1 一个版本 两个环境都可以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环境稍微有点复杂 那一个一个来看好了 第一个啊 等一下请先各位 先把这四个东西下载下来 第二个的话呢 这四个东西有点像 你去菜市场买了四个东西 你现在炒一盘菜 这一盘菜就是啊 可以让你把那个 Android做出来的一个环境 OK 所以四个东西我们一个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如何下载JDK 那请各位啊 开启你的浏览器 浏览器 开启来之后的话呢 因为JDK Java 现在呢已经被那个 Oracle给买走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下载这个 JDK的话 第一个呢 我可以下载JDK的话呢 我可以下载JDK的话呢 我可以下载JDK的话呢